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推的速度很慢 今天成交量992亿 收盘几乎还是在最高点 9711 那全球股市都涨 主要原因还是从美国的大涨开始 美国在礼拜五的时候又创历史新高 高点金来到20298 起高16点 其实96点也不多 96点大概只有0.5%不到而已 因为指数越高 它的%数比重就会扩大 那道琼为什么在礼拜五 美股会创历史新高呢 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川普在礼拜五又丢出了一个 新的减税的说法 在最近的时间之内 可能会有减税的政策 计划会丢出来 那减税本来就是对企业 对于个人都是利多的 所以股市在推新高 可想而知 你看川普真的是个商人 因为他知道市场要什么东西 所以他拼命的丢 从他上台以来 你看从他上台之后 川普当选之后这一天 一路涨到现在 这中间他不断地丢利多 可是他所丢的政策 又不见得一定会兑现 懂得什么 你看他丢出了移民的政策 就不买单啊 不让他做啊 所以他丢的政策 不一定会实现 问题是他这样一直丢利多 就好像一直在喂兴奋剂一样 市场会很high啊 可是在high的过程中 你不要去high过头 懂意思没 不要去high过头 减税到底可行不可行 到底能不能成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你看美国目前 他的负债已经是破表了 负债破表什么意思 负债破表因为每个国家 他的举债他会有一定的上限 一般来说都是跟他的GDP 跟他GDP的%数有关 你说你GDP一年有多少 你就可以举债到多少 跟GDP是有关系的 那目前美国已经举债到破表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 太多的举债空间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川普又丢出了 要扩大公共支出 造桥造路造铁路 什么都要做 这都要花钱呢 这个都要钱呢 你举债已经破表 你要大量的支出去盖公共建设 你钱要对哪里来 这已经是一个很头大的问题了 你现在又要减税 减税之后政府收入又减少 对不对 支出负债破表 没有办法举债 那收入又减少 你又要扩大公共支出 你不觉得这之间会有很多的 矛盾冲突吗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川普上来之后 一直在丢兴奋剂 一直让市场很嗨 可是他政策之间有很多的相抵触 有很多的不可行 所以你不要去害过头 你要很小心谨慎才行 如果你听到我的意思 你听我的意思你就知道了 这个地方其实 土头在向上走 因为已经涨了那么多了 你要更谨慎才行 那目前市场聚焦的 是礼拜二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这次利率会议的两个重点 大家比较关注到的 升息的时间表 因为美国联准会 年初一开始就已经预告了 今年会有三次的升息 对不对 第一次已经升息了 那后面还有两次会在什么时间 目前鹰派的 可能比较主张 三月份就做第二次 趁目前行情正好的时候来做 因为行情后你不走 等到行情走完了下来了 你还要再升息 就变成雪上加霜 所以鹰派主张 趁行情好的时候 来做升息的动作 可是鸽派 觉得目前这个地方 在一直太密集的升息 会把整个多头气氛给打坏掉 所以鸽派比较倾向于 可能会在六月份 那到底三月还是六月 如果能够在六月 但越后面对市场是越有利的 所以礼拜二明天联准会的利率会议 这个部分你们要特别注意 那另外一点市场也比较关注的是 QE什么时候退场 美国QE已经结束了对不对 可是结束并还没有退场 这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没有继续在买公债而已 只是没有扩大在买 继续买资产而已 可是之前执行三次下来 联准会目前手中有高达 三兆美金的资产 三兆美金 大部分都是债券 三兆美金的债券 你知道手中过那么多的债券 三兆美元有多少你知道吗 三兆美元是高达将近快一百兆台币 中华民国政府总支出 一年都不到两兆 他这次执行QE 总共买了快一百兆 一百兆相当于是 五十年中华民国政府总支出 那这些资产他不可能 报那些债券 报那些资产一直在睡觉 早晚他一定是要把这些资产 因为之前印钞票 买资产买债券 那接下来一定要平衡 平衡过程中 他要把这些握有的资产 全部再卖出去 把钱收回来再消掉 这样整个才会平衡 所以接下来联总会 QE退场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这个是很头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目前联总会 头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如果开始执行 QE退场的话 那这个对于债券市场 会是很大的杀伤力 尤其他处理的情况 他是以什么动作来执行 这真重要 如果他是直接卖回去到市场 那绝对是杀伤力 因为三兆美元是这么大的一个数目 所以他到底用什么方式 来处理这三兆美元的资产 这也是大家目前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所以礼拜二美国联总会利率会议 务必要注意 当然可能你们比较不会盯到那么细的东西 没关系 你持续收看我的节目 这些国际的大小事 我随时都在注意 我也会为大家分析 直接的一个影响力跟变化 好 今天亚洲股市也全部都涨 平均涨幅也大概都是0.5%上下 所以全部红通通 可是其实涨幅都没有很大 都只有台湾是0.4% 其实平均都差不多 涨比较多的是大陆 0.6% 0.5% 目前全球股市里面 大陆的基期相对是比较低的 上面一数你看 道琼在历史高点 对不对 包含欧洲股市的部分 英国也是在历史高点 英国股市目前也是在历史高点 英国在历史高点 德国也在接近历史高点 所以全球股市 几乎大多数都在高点 台北股市9700也不低 我们古年卓尼亚 105年的高点在1万点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以历史高点在1万2 我们都来到9700了 你看一下美国股市 你看一下大陆股市 上证 上证的历史低点 历史高点在哪里 上证历史高点在6000多点 大概6300点 现在在3300点 历史高点 现在美国欧洲 很多都创历史新高了 包含印度 你看印度 过年前我特别跟大家谈到印度 我说这是全世界人口第二大 有人口红利的国家 对当时在这里 我跟大家讲 如果第二只脚 年限不会破 会上来 因为全球股市在走多头的时候 印度的GDP又有7% 怎么会去破年限 所以回年限 落第二只脚是最好的机会点 你看印度最近起来到这样 对我开始说完了 印度大涨 这个是历史高点 印度也即将要过历史高点 那全球反而是第二大 尤其人口13亿最多的中国大陆 相对是在低档区 你哪怕是以2015年的高点 2015年的高点 也有5400啊 现在才3300而已啊 所以目前全球股市里面 大陆股市基础是最低的 这种情况之下 大陆股市补涨的机会是最高的 补涨的机会是最高的 安全性也会来得最高 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台北股市今天涨44点 在指数的部分 其实没有出现 怎么样 没有出现太多的败比 几乎可以说 指数是没有什么败比 可是你看外资 外资光是上个礼拜 买台子期的部分 就高达买了一万多口 外资在上个礼拜买台子期 总共买了一万三千零七十口 净多单高达七万八千五百一十三口 可是上个礼拜 外资买股票只买了八十九亿而已 上礼拜多资到八十九亿而已 八十九亿五天平均下来 一天买不到二十亿啊 一天增加持股不到二十亿 可是却大买台子期一万三千口 可见得你可以看到 外资从过年后 它的操作上 它是以怎么样 它是以拉台台子期 来推动大盘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种做法最巧 怎么说最巧 花的钱最少 达到效果最高 可是你要想 外资在过年后只买八十九亿 可是它全力买台子期 这种是比较取巧的做法 你要去想另外一个层面 它为什么在九千五以上 它不再增加它的持股 只是用台子期下去拉高而已 因为台子期要跑的时候很简单 如果买股票的话 要退很不好退 那是不是代表着 外资它们的想法上面 九千五以上 它们已经开始有警觉性了 可是全球气氛还很强 所以它就用台子期来拉台 坐上去 而股票部分它就比较保守 不再增加持股 你有没有发现到 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构的时候 是提醒你 你要更谨慎才行 你还要稍微离才可以 尤其提高的股票 你不要买买堆 我跟大家讲过 涨高的股票都不是好现象 都不是好现象 你看今天大力光 大盘涨 大力光是上不去了 路三就五块 股后 金册 今天也上不去 只有十块银而已 上星期五金册 留了一个上影线 一百块钱的上影线 股王股后似乎都有 慢慢转弱的味道 所以这个盘 虽然说指数继续创新高 可是股王股后已经开始 慢慢停下来了 只有提醒你 你要注意 就提醒你你要小心 我今天盘众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谈过 你仔细去看的话 今天总共有 将近快四十家的公司 涨停板 有高达八十家的公司 涨五%以上 可是你仔细看 都是什么 都是业绩不好的 都是这业绩 这业绩 这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这个白比八十倍 今年只赚一块而已 这业绩 这赚一块白比二十四倍 这个去年业绩也是很烂 竟然都冲出来了 尤其一月份的营收也是不好 你看都是一些低价股 连德 今年只赚两块银而已 去年只赚两块钱而已 去年连德是大衰退的 你看连德控股 它以前每年都有五块六块 它上礼拜财报发布出来 只赚两块二 获利腰斩一半 股价竟然是冲出去的 所以今天行情里面 隐约有闻到什么 闻到投机的味道 而且投机味道相当的浓厚 所以你一定要很小心 涨高的股票 不要去乱追 你看今天五二六四 凯胜 上礼拜真凶啊 今天一开门就直接跌停了 你上礼拜去堆的 是不是都中奖了 有没有 你去追的是不是中奖了 还有什么 连光通 你看今天也是 开地之后打到跌停 上礼拜年光通多强啊 企业五十几块 跟我们那个隔壁 赔钱的公司 以前一年都赚不到一块钱 一年贪不一块钱 隔年又了解 股价标成这个样子 对十五块 表达五十几块 你会不会觉得over 叫一堆人在上面唱 今天开门就来一个跌停板 今天很多涨高的股票 都开始在出现逗退路啊 官养科 也跌停 官养科 连双 连续性的大涨 对九块去我十八块 之前官养科这样下来 是为什么 被员工掏空 对金子 好多的金子 被员工盗零 就停止交易一段时间 恢复交易之后 飙了一倍 这个业绩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业绩也没有好 我堆打去 赔钱的 那这种股票涨上来之后 很多人在抢 今天开门就给你一个跌停板 所以很多最近涨高的股票 都已经开始在撤退了 所以基本面也是很重要的 基本面还是很重要的 拉高该卖你要会卖 我们今天联军 今天大涨 创新高一百五人 我们家母的一百十三五块 今天卖一次 为什么卖 老师在那儿工 指标这么高了嘛 KD都已经到八十了 不用去迷恋它 卖掉等下来再重新买就好了嘛 所以起款的钩票 你要舍得高出 布局底部的股票 布局底部的股票 你看今天三四八一 我说今天这个盘 有一些伏笔 有一些弱的伏笔 你看群创 群创第一周五是大力多的法说会 我把它内容简单跟大家报告 第四季净利一百零九亿 你知道一百零九亿 单季一百零九亿 这是九年来单季最赚钱的一季 EPS1.09 也是九年来单季赚最多的 第四季的毛利率 22.2% 第三季是11% 所以第四季的毛利比第三季是翻了一倍 你知道22%的毛利 对群创来说 是九年来最好的一季 九年来最好的一季 今天竟然是这样开盘杀盘 尤其是怎么样 尤其以营业净利15.7% 比第三次以5.1% 成长三倍 而且公司也预期 今年供应仍然紧俏 2018年也不会太悲观 所以这次礼拜五的法说会是大力多 为什么开盘杀盘上台来 因为很多人看到 听到这个大力多都认为说 包含我也认为说 今天应该有空解的机会 那既然大家都那么想 反而把人主力利用开高 散户追进来直接先给他打下去 因为毕竟他也涨了一波了 可是我认为 既然有那么大的力多 今天成交量是20万张 成交量排行榜第一名 所以扣给他那 可见拉高打下去之后 下面再接回来 低档买盘很抢手 所以这高票落不清 他只是利用利多 顺势洗盘而已 把没有信心的洗出来 这个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美股净值已经拉高到 22块钱了 22块跟12块 这差很困难 如果如公司所预期的 今年还是很强 明年2018年也不会太悲观 那这个股价长期是很好的 友达今天成交量也有 16万张 友达明天把说会 友达估计把说会会比群创来得更好 因为友达的毛利率 一直都比群创多 2%到5% 所以友达群创都那么好了 友达明天把说会一定也是利多 那在把说会利多之前 先打下来 年限跌的跌兵 年限目前位置大概在11块钱的地方 我觉得啦我个人看法低档有限 今天打下来低档这么大的量 跌兵人都在求跌 只怕不压回我觉得有打 布局低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所以我在挑股票都挑那种底部的股票 涨高你要卖 1262绿月 这个跌线守住拉高 目前指标也偏高 你不要去队关 等压回来再接 等压回来再接 那2929的涛地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大底部已经完成了 量也出来了 这个随之有补涨的机会 所以我挑的股票都是那种 底部刚起涨的股票 我们在上礼拜 在上礼拜的时候 的演讲会里面 我把我20年研究的标股选法 跟大家分享了 有来后的都服气 因为这是我20年的经验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我希望我这一套选股的逻辑 这套标股的选法的方式 能够开启你获利的大门 你看今年这套选股法 半期贪超级50%以上的股票 其实也不用到八档 你只要一年有三次 赚50%以上的机会 你的财产就翻一倍以上了 所以做股票不是急 急没效 你有很长 你有很充裕的时间 让你一次一次 一磅一磅慢慢的操作 路走的温最重要 而不是急得去追高杀低 那个都没有用 所以指数到九千七 你应该是怎么样 你应该是把高档的股票卖掉 去布局底部刚要动的个股 这样才能够安全之下 而又有大赚钱的机会 像这种就是底部刚开始的 获利创历史新高 对3548今天也不错 这个北易比 古年贪八户利的 北易比才只有八倍而已 对3596今天也不错 也上来了 起三趴 古年大家贪那七块利 贝比也是 获利也是成长1.5倍的 这种股票我们一挡一挡在布局当中 你自己没有把握的 跟上我脚步 我带你来布局底部刚起涨的股票 我们的负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让你什么心里 儿子